Hello大家好 经过一个下午的思考 我决定还是把这个老二迪给切了 它这个气根真的困扰我太长时间了 因为它太长了 它这一根最长的这根已经到地上了 而且还是放在这个架子上 它再长就没有地方长 它就要啃我的地板了 这个顶牙我实在是很喜欢 因为它有洞洞的 然后我计划这儿砍一截 这里有然后这儿一截 两截 三截 四截 正好然后还有一个底 好我来砍了 现在是晚上九点快要十点了 那么十点钟了 所以它应该已经睡着了 我们就跟它在睡梦中 开大点 哇那我都没手扶着了 我砍了 一二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了感觉 来看一下它的正面 我还挺喜欢它呢 可爱吧 来下一截我从这个气根中间吧 我来砍一下 一二 嘿 哎呦妈呀太重了 好 这是给它留了这么多气根呢 然后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从这儿这儿砍吧 这是长了一个超长气根 这孩子快比我刚了呀 就不用排拳了 回头把它气根给剪了 看着来气 这个从这儿砍 哇这个气根更长 脱地了 老老根子 好 剩下的这一截好像挺长 哎 这扎进去了 这没法切了呀 那就从这儿切 我看一下它的牙点在哪 牙点在这儿 然后那这个气根我就不切它了 从这儿切了 这样一二 好切好了 哎这个气根还可以 剪好了 这个气根还挺重的 你别说 然后我来想想要怎么把它们剪到多短 感觉有点不敢剪 但是应该不要紧 反正它断了 就会从断的地方重新再长出来的 先放着吧 我等会儿再剪 切口晾干 然后现在气根泡水里了 基本上我没有剪 只有一个特别长的 我把它给剪了一下 其他的我发现它可以盘在里面 然后这个切口处 我是从来不涂伤口运合剂的 因为我感觉涂了它反而闷在里面就不太好 我这个把它晾干 然后不碰到水 这样伤口是最好的 我个人认为啊 然后包括这个顶呀 你看我的这个切口底在这边 也是没有泡到水的 大叶子真好看 龟贝竹这个只要叶子大了 这个井哪怕比较一般 我也觉得它特别的漂亮 老二的底座先在这放着了 它只有一个雅点 但是我们老三的底座在这里 它是有两个雅点的 我把它挂到海鲜市场去抽奖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参加一下 但是它连盆带土的比较重 所以我的抽奖 设置的是颈线字体 真的有点重 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要去睡觉了 拜拜 太可怕了 一觉醒来我就要29了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